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陈松永腾因为方氏狱中的雷老虎一绝而被人熟知 只是如今晚年的他却疾病缠身 曾多次入院治疗 而且没有一儿半女 仅有一位外籍保姆陪伴 可谓是凄惨不已 陈松永年轻的时候就特别爱喝酒 曾经还被爆料与周润发一起喝完酒 并且比拼谁的酒量大 先前他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自爆 自己每小时都需要饮酒 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直至他觉得面颊全骨一部分又麻酥的感觉才会停住 不仅如此就连出席颁奖典礼的时候 他的身边也离不开酒 别人靠喝水补充水分 而他全靠喝酒来维持生活 虽然现场有诸多媒体劝其少喝点 但是他却有着自己的一套言论 那就是不喝酒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抑郁 暴躁 还是随自己的心意 开心比较好 因为爱喝酒 晚年的他也经常出席聚餐 曾与某宴席上说 一年要喝掉一千多瓶高粮酒 此外 因为喝酒 他的演艺生涯 也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断绝 正是由于他这般不克制 早年间就持续进驻医院门诊 有好几回还被送进了急救室 最终被医生判断患有七种病症 并且全是最重的病症 但在左眼几乎全忙的情况下 陈松永对高粮酒仍是爱不释手 他也坦言患病之后并没有天天喝 只是随时随地再喝 其实近些年来 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佳 除了中风之外 还有糖尿病等问题 2016年他曾因不慎摔倒 被积水等健康疾病 三度挂急诊住院 多重病症之下 他也不似当年那般生龙活虎 尽管经过治疗后有所好转 但先前现任某活动时 他也只能坐着轮椅 本以为恢复良好的他 近世却又被媒体爆出病危的消息 据悉此次病发时 陈松永深夜突然呼吸困难 之后被庸人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所幸目前他的病情已经得到了控制 但出于多种疾病影响的原因 他仍旧还是在医院的家户病房里面进行观察 至于要留院观察多久时间 暂时不好确定 事发之后曾有不少媒体第一时间致电给他 他本人表示自己到了晚上就会感觉换气不顺畅 而这一次特别严重才送到了医院 究其生病的原因 据说是因为早年喝酒太多所致 再加上他已经有76岁高龄了 所以身体功能逐渐开始退化 尽管他的身体一直有健康问题 身旁的朋友也相继过世 但他并没有因此鼓脑 觉得只需要享受当下就行 当时的他还在贺一行的送别会上 形容他太苦了 钱没有刮完就离开了人世 实在是可惜 还说自己绝对不会这个样子做 哪怕无儿无女也会把身上的钱全部刮完再离开 对于此事 网友们都表明他的心态非常好 也有网友强调 既然他那么富有 可以将财产捐赠给有需要的人 多积累一点福气总没有错 但是他对此却不置格否 近些年由于疾病产生 又行走不便 再加上没有妻子 也无儿无女 陈松永只好花钱雇佣一个外籍保姆来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 而在这之后 他也是把身边的保姆当作是自己的亲人 虽说保姆是花钱请来的 但一直视他为父亲 每天为他做饭 洗衣等等 天气好了 也会经常推着他出去晒太阳 而陈松永为了表示对保姆的感谢 便会经常要求他推着自己去逛街 逛街所买的衣服 饰品等等 也大多是给保姆穿戴的 除此之外 他还会在过节时 给保姆家人置办一些东西 托人送过去 可以说他将保姆当作了自己今生女儿一样对待 身边无一亲人的他还曾表示 自己差不多有两百万的资产 并会在之后将这些钱全部给保姆 在家里的时候 他也从不让保姆记账 而且还经常把钱四处乱丢 但每次保姆都会贴心地捡起家中的钱 拿去买家中需要的物品 据他所说 两人之间是讲个信字 所以家用并不需要记账 之前身体状况上隔的时候 陈松永还曾上街散心 有次女明星向娃在社交账号上分享了和她偶遇后的合影照片 另外还表露他的眼睛视力早已经十分的蘑菇不清了 只有听力还算非常好 之前在疫情进入三级警戒之后 也曾有记者询问陈松永本人近况 他接起电话时声音还有些沙哑 但还算有元气 他透露身体状况没什么改变 也都是待在家中 记者还问他是否已经登记接种疫苗 他说 没收到接种疫苗的通知 也不知道登记的事 此外还有媒体报道说 有网友偶遇过陈松永 称他和保姆二人在等待过马路 而且还形容陈松永神情严肃 虽然身体大有不便 但气场不减当年 看上去依然很霸气 期间他还伸手调整自己的轮椅 保姆看到之后立刻关切地上检查看 如今陈松永的形象与作艺人时的形象已经天差地别 不禁让网友们开始怀念他曾经的那些影视作品 其实别看陈松永是一副恶人模样 但是他的内心非常善良 而且早些年的经历也极其地坎坷 当年的他年轻气盛 与人动手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天天过着打打淘淘的人生 而之所以会浑身充满江湖气 其实与他生长环境有关 他出生在台湾一个贫困家庭里 有一个暴躁的父亲 因为父亲对他非常严厉 他时常憋着一口气 而且打架从不服输 一定要打赢 15岁时母亲去世 导致他更加似无忌惮 就像一个愣头青 仅仅是买个鱿鱼 就能与店主爆发矛盾 当时店里有抽鱿鱼的活动 就跟卖堂人抽12生肖的方式差不多 陈松永明明抽到了头 老板却硬要给他尾巴 两人争取一番之后 他扭头便回家 回家之后 他拿起家中做饭用的器具 转身又回到店里 当场就给了老板一下 结果不仅要赔偿人家医药费 还被老板吊在树上 打成了重伤 于是他的青春时期 就在打与被打中度过着 可在一次动手斗殴时 却遭到警察追捕 幸运的是 当时娱乐圈有个潜规则 警察不能去片场抓神 慌乱之下 他灵机一动 为了避开追捕 直接一口气冲进了剧组 顺便还跑了个龙套 从此之后 他并正式进一圈 开启新人声 对于陈松永的父亲来说 儿子去演戏 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因为当时人们都把演戏的人称作为戏子 还有一句流传甚广的闽南俗语 很可惜 生儿子去演戏 但演戏之后的他却变得正经了许多 而且很能吃苦 哪怕只是演一些可有可无的小配角 他也能从中感受到乐趣 26岁时 他参演台式闽南与连续剧《阿公殿》 这也算是正式出道 身形肥胖的他喜剧感较强 尤其擅长出演外表粗犷豪放 内心厚道热情的小人物 年轻时的街头生活都已化为他的演技 1989年这一年 他足足演了七部电影 那年第26届金马奖举行 他直接凭借其中一个角色 斩获最佳男主角 同一时间竞争这个奖的演员 还有成龙和邱成泽 值得一提的是 当嘉宾宣布时 成龙大哥甚至还气到去掐他的脖子 而这也成为了一时的笑谈 就连他自己也无比芒山 几乎是在无意识下领完了这个奖 据说当时还是成龙把他拽上了台上 而他颤抖着手打开获奖感言的时候 成龙在摸奖杯 那一年的影后是张曼玉 陈松永还开心地亲到了他的脸 演艺事业打打顶峰之后 片酬也随机水涨船高 此时的他拍一部电影 一般能赚几十万元 一集电视剧就能赚数万 收数播风 另外他投资眼光很是独到 后来还靠着卖玉器赚了上千万 身家不菲 身为一个非专业科班出身的演员 他已经算是此生无憾了 但生活总是难以预料的 当他的钱包刚刚开始满起来的时候 父亲却撒手神还 多年来他在演艺圈一直吻扎吻打 但他一辈子都没谈过恋爱 也没有结婚 更没有自己的子女 外界也曾经有许多声音问过他类似的问题 对此陈松永说 可能是因为之前家里太穷 不敢谈恋爱 对女孩子负不起责任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他一直没有接触过女孩子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 也习惯了孤身的生活 就没有考虑过结婚了 每天晚上陪他入睡的 只是毛肿玩具 曾经只求过活过八十岁的陈松永 不知不觉已经要提前办八十岁大寿了 作为一神在工作拼命的同时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饮食习惯 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哪怕是其他行业中的人也应该如此 毕竟身体是支撑我们做一切事情的根本 如果身体都照顾不好 哪怕再好的事业 或者再多的钱 也都是无负销售的 最后希望陈松永能够再次挺过难关 日后好好地调养身体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分享